说真的很少去评论一个职业选手到底怎么样 毕竟这个东西我们说了也不算 只要他的粉丝喜欢 俱乐部养得起 那么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即便是这个职业选手在插 至少人家也是职业的 并不是我们这种普通玩家 可以随便指指点点的存在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职业选手的名字我们就不说了 首先第一个 我们认为这个职业选手最大的问题就是 根本不尊重比赛 可能有人要反问了 什么叫做尊重比赛 从我们的理解尊重一场比赛 你必须要大量练习 并且在比赛中不仅是任何一个对手 而我们这次说的图黄还是什么样的 把自己大量的时间放在了直播间和整合上面 今天锐评这个人 明天锐评那个人 自己的比赛练习根本不上心 所以现在想一想这个人尊重比赛吗 尊重俱乐部吗 根本不尊重 他最尊重的只有自己的收入 他还会经常去锐评这个人 点评那个人 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该选手也承认自己说话的时候经常会偏激 说真的我们希望这样 曾经的图黄选手 能不要继续堕落下去了 而是好好改正自己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职业比赛上继续发光发热 打出一个漂亮的成绩 然后选择退役 给粉丝留下一个最好的印象 这也不枉这么多人喜欢他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猜到是谁了吗